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战一个月以来 加沙地带已经被全面围堵 燃料、水电和粮食严重不足 不过在多国施压之下 以色列终于放行 让第一批运载燃料的火车入境加沙 可是联合国说 这批燃料只够维持日常用量的9% 整个人道救援行动依然处于崩溃边缘 以色列和哈马斯自10月7号开战以来 第一批燃料供应已经通过拉法口岸 从埃及进入加沙地带 根据路透社报道 以色列所批准放行的燃料援助是24000公升 而这批燃料只能用于联合国分发物资 不能用于医院 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 在社交媒体X平台证实 他们只收到了23000公升的燃料 而这个供应量只够应付日常用量的9%而已 他直言当地的救援行动依然是处于崩溃边缘 救援人员说 医院发电机 供水 污水处理和通信 以及救济物资分发都需要燃料 而燃料吃紧将导致加沙 230万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恶化 其实自上个月21号以来 援助物资一直从埃及运入加沙 但以色列拒绝放行燃料进入当地 担心燃料将流入哈马斯手中用来对抗乙军 而联合国在近这几天也警告 一旦燃料耗尽 人道援助救援行动将会完全停止 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 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三再次就以巴冲突召开了紧急会议 可是这次却打破了以往僵局 以12票赞成 0票反对和3票弃权 表决通过了一份由马尔他提出的决议草案 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延长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暂停攻击 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把救援物资送到受困平民手中 不过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斯尔认为 这并非长远之际 这也是安理会自冲突爆发一个多月以来 安理会通过的第一份相关决议 不过决议没有提及停火 也没有谴责哈马斯 这一项决议获得了12个理事国赞成通过 美国 俄罗斯和英国则是投下了弃权票 俄罗斯还抨击安理会 发出如此软弱无力的呼吁是一种耻辱 强调与其在这里空谈 倒不如派遣观察员到冲突地区 监督当地的安全走廊和平民保护工作 至于英国和美国 双方则是抱持同样的看法 表示投下弃权票是因为决议 没有谴责哈马斯在10月7号入侵以色列 因为纵迹有关揚 되어 تلك 非常非常重要的菜线 结果如鍾果